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辈好了极客上路 路上有绝美的风景 但仍有一句话萦绕在他们心头 为了众生幸福 老人手中的传经轮不曾停止 他们的朝圣之路也无怨无悔 他们历经许多磨难 被砸伤 中途人参 坏掉的拖拉机 但是他们从未抱怨 只是单纯的前行 路上的风景绝美 但更美的是朴实纯洁的人心 因为心疼毛驴让自己拉板车的人 送给他们东西并留宿他们的爷爷 无偿送差给他们的妇女 还有最后为自己祈福 免了他们住宿费的老板 他们只多了一件东西 那就是内心的平静 比起艰难险阻 他们不曾退缩 因为路是一步一步走的 拉萨就在那里 而相对当今浮躁的社会 他们的行为或许难以理解 但他们虔诚的信仰 决定了他们虽然平凡 但不平庸 他们自食其力 绝不偷鸡摸狗 他们单纯 绝不心怀不贵 杨培因为信仰 年迈的他 仍踏上朝圣之路 他为了养育三个侄子 而一生未婚 从未与村里的人 有过任何争执 最后他离开了 去往了极乐净土 在纲人波齐山脚下 在西藏布达拉宫 和冰冷的高原上 这位虔诚的使者 最终魂归天国 因为信仰 他的侄子痛哭流涕 他平静地请来喇嘛 因为他心中有数 他知道自己的叔叔 一生做尽好事 离去必定去往极乐世界 因为信仰 怀孕的孕妇咬牙坚持 在路上人身 疲惫不堪的他 最后还是戴下一子 因为信仰 年轻的小女孩 从不抱怨 没有一丝娇气 眼神中充满了灵性 因为畏惧 土夫借了酒 前往拉萨 就为了洗清罪恶 因为畏惧 年轻人前往拉萨朝圣 为了向死去的两人祈福 他们穿破几十双鞋子 经历了数个季节 历经风霜雨雪 不曾质疑 从不回头 朝圣之路 袭金千华 面对水坑 他们仍坚持跪拜前行 水打湿了衣服 但绝不可能打退 他们的信念 拖拉机坏掉后 他们朝着陡峭的山上 一点一点前进 陡峭的公路 与远处的苍穹 和缭绕的云雾间 传来他们的歌声 我往山上一点一点走 雪往下 一点一点地下 我们都有一个母亲 但我们命运不一样 命运好的 做了喇嘛 命运不好的 去了远方 这是一种坦然 信念支撑着他们前行 平静的心 使他们远离尘埃的喧嚣 坦然的灵魂 让他们不惧前方未知的路 这是一群使者 在当今浮躁的社会中 他们无疑让我们 在面临诱惑和禁果的时候 坚定了一种选择 明和力 或许只是人生中的幻光 而内心的笃定 自己灵魂的安定祥和 才是真正的快乐之源 影片没有脚本 在海拔四千多米上的高原 进行耗时一年的拍摄 主要采用 记录片式的跟拍方法 反复拍摄磕头的过程 也有的时候 请主人公 以自己的真实身份 表演一点简单的剧情 此片不仅仅 是拍给朝圣者看 就像是一场 灵魂的洗礼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阿奇朵 我们下期再见